2004年伊拉克战场上 一个遗留在这里的摄像机偶然拍下了一段视频 画面中两名恐怖分子活着了一名受伤的美国大兵 危急时刻 另一名大兵冒着生命危险 但也叫向了受伤的战友 军方将这一段视频发回美国本土 经过大肆报道后 这个救人的大兵成了美国众人皆知的大英雄 他是一名刚刚满19岁的大兵 名字叫做比利·林恩 从此以后和比利同在B班的大兵也都成了焦点人物 为了安葬在战争中牺牲的班长 B班的所有大兵获得了短期的休假 这次回归 大兵们的待遇跟以前大不相同 助理安排了一辆奢华的汽车 准备送他们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 得到如此优待的比利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 在车上他又回想起了参军前的生活 原来比利之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料他的姐姐凯瑟琳却意外发生了车祸 与此身擦肩而过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脸上跟腿上都流向了愈合不了的伤疤 凯瑟琳的男友因此抛弃了他 气不过的比利追着凯瑟琳的男友 跑了十几条街 没办法 最后砸了凯瑟琳男友的汽车 冲动过后换来的是未来姐夫的诉讼 比利的父亲替儿子挡了下来 只要比利能去服兵役 那么就可以撤销诉讼 卑鄙无奈 比利去部队成立一名大兵 刚来到部队的时候 其他人都将比利看成毛头小子和少年犯 没想到再次回国 身份与以前大不相同 如此优待让比利非常的尴尬 胸下回来后 众人首先为牺牲的班长是落幕 举行的葬礼 接着比利回到了日四夜想的家中 许久未见 家人发现比利比之前更加壮实了 而他的父亲时常会坐在电视机前 关注着伊拉克的战事新闻 但看到儿子出现在眼前时 不仅并没有叹息动 因为姐姐在车祸中差点丢掉性命 所以他明白生命有多珍贵 盖瑟琳却说比利不要再回战场了 他说所有的荣誉只是昙花一现 与生命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姐姐之后的话语中 透露出对比利发自内心的愧疚 当初要不识自己 比利就不会去伊拉克当兵 也不会面对战火纷飞的战场 姐姐并没有为比利成为英雄而高兴 其实凯瑟琳是最懂比利的人 时间回到现在 毕班群里成员来到球场 球场里的人欢呼雀跃 战友们则高兴地聊着天 只有比利面无表情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人间浩劫 此时他又回想起发生在伊拉克战场的事 毕班的战士奉命搜查一处当地的集市 这里的人们平安地生活着 但是美国大兵却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发生 班长史洛姆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他总是会提醒这些新兵不用太紧张 换免再次回到球场上 先上任的班长泰姆 正在不远处叫着比利的名字 让他去接住那颗丢出的橄榄球 这才将比利从之前的回忆中拉回现实 欢乐瞬间被这颗橄榄球带动 这是一位满头白发大叔叫停的重任 原来他是一支橄榄球队的老板 名字叫麦迪 同时他还是一名头脑精明的商业大亨 接着麦迪把B班的战士带到了记者会现场 队员们都在冠冕堂皇回答记者的问题 但比利的心思全部放在了旁边的拉拉队身上 最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战场 在B班的所有成员中 班长施洛姆对比利最照顾 而他也是唯一愿意和施洛姆交心的人 两人聊天的时候 比利总会问施洛姆 我们为什么来到战场 又或者我们为什么要杀人呢 比利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敌人杀死 施洛姆告诉他 担心这种事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 有这时间还不如履行好军人的职责 有些时候我们战斗不是为了上帝和国家 反而是为了一种超图自身的信仰 再次回到记者会 记者们反复问比利 叫人的时候 他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 比利说了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敷衍的关华 记者会结束后 比利认识了一位拉拉队女孩 她的名字叫苏珊 她对比利的遭遇充满了痛情 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总是会关注着 对于比利来说难过的一天 等她看到施洛姆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似乎有什么东西穿过了比利的身体 苏珊安慰她 人生中难免会有黑暗的时候 达到黑暗的最佳办法 就是把大门打开一道缝 太阳总会把阳光照进黑暗的角落 换一刚落 他们就情不自禁地稳在了一起 另一边 麦迪特意为大家准备丰盛的大餐 当比利看到挂在墙上的牛头雕像时 思绪再次回到伊拉克 在想起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候的一件事 当时 几人闯入当地的一户人家 四处搜索后 发现了一把手枪 美国大兵们决定把可疑人员带走 还告诉男人 带走只是为了确认身份 没有问题后会还他自由 虽然大兵们手中持有枪血 但他们看上去比平民要紧张得多 平民的家人也心知肚明 男人一旦被带走 未来的希望渺茫 平民的儿子恶狠狠地看着比利 似乎对他有着深仇大恨 画面再次回到大三线上 一个商业大亨来到碧茫面前 他是一家专门开采页岩的公司的老板 随后 他和魏众人讲解了提炼室游的过程 他的言语中透露出 士兵们这是棋子 这是被人利用的杀人工具罢了 听到这里 刚上任的班长戴姆瞬间怒火中烧 为了激怒对方 戴姆说道 我们这些战士就是喜欢战争 喜欢杀人 大亨走后 戴姆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情绪过激的 忙问比利 他是不是一个混蛋 这个服务员打算入伍当兵 因为他现在的工作 已经支撑不了家里的开支 但是旁边的士兵却劝告他说 战场远不止你想象的那样 这句话瞬间让比利想到了自己 等退伍回国之后 他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球场上 美国国歌响起 镜头对转了比利 他双眼镜视着屏幕 他看到拉拉队女孩苏珊士 比利眼含泪水 而他真正看到的 是自己心目中一直想要的平淡生活 温暖的小家 可爱的金毛犬 跟自己所爱的人做着喜欢的事情 想到这些 比利的泪水夺垢而出 接着 众人登上舞台 他们将要和真命天女同他表演 烟花爆炸的声音 让台上的战士 瞬间响起枪林弹月的战场 这里的环境和战场毫无差别 烟花的爆炸 让战士们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 甚至连旁边工作人员的一个小曲动 都会刺激到战士们紧绷着的神经 比利走到队伍牵牌 在舞台上笔直的战争 看着漫天的烟火 思绪再次回到了伊拉克战场 毕班接到命令 去执行一场解救任务 不料 他们遭到恐怖分子顽强的抵抗 战士们的神经高度紧张 因为里面大多数都是新兵 开枪也描不准 只是一通断射 众人中唯一冷静的 就是班长施多姆 他率先冲出掩地 不料 无数的子弹朝着施多姆飞了过来 比利在掩体后看到施多姆已经中单 当比利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发现施多姆已经被两名恐怖分子捉住了 为了叫他 比利一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与两名恐怖分子展开了枪战 幸运的是 在战友的掩护下 比利将施多姆拖进了掩体里 不断地叫一无兵过来救援 就在这时 管道的另一边 突然出现了一名恐怖分子 朝着比利救着一枪 好在他穿了防弹衣 等恐怖分子接近两人的时候 比利直接扑了上去 活动过程中 他趁机拿出灯 活活将恐怖分子捅死了 看着恐怖分子瞪大了双眼 比利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在战友的呼唤下 比利才回过神来 球场里 负责维救的工作人员 却让他们赶紧下台 没想到 工作人员的这一举动 直接惹毛了战士们 两批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朱莉老黑想借助他们的热度 把战士们的故事拍成电影 等电影上映后 每人可以拿到十万美金的酬脑 可朱莉已经联系了很多人 却没有人愿意接拍 现在唯一愿意接的就是麦迪 但她只开出了 每人五千五百美元的酬脑 这个数字 让戴姆和比利非常的愤怒 虽然人们口口声称支持英雄 当与利益产生关系的时候 便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麦迪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资本家 将利益最大化就是他的目标 如果没有利益可图 那么他就会转移目标 麦迪非常明确地告诉比利 价格不会变 他还试图说服比利 在战场上的英勇壮举 会传播到全国各地 我们都是守卫国家的英雄 同样我们都属于B版 比利立即反驳了麦迪的话说道 这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你只是打算把它编成故事 再融入自己的想法吧 接着比利与戴姆关门离去 在离开球场之前 比利再次找到苏珊 苏珊一脸热情 她告诉比利自己愿意 每分每秒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当比利问苏珊 是否愿意跟他私奔的时候 苏珊顿时愣住的 说你可是英雄啊 要回到战场去的 比利用玩笑话起了尴尬 直到这一刻她才明白过来 苏珊爱的不是自己 她爱的只是这个英雄称号 分别的时候 战神们遭到了 之前那伙维修工的通行 这些军人遭到 被自己宣称要保护的人报答 这件事让比利更加认清了现实 人们嘴里说着我爱你 其实爱的 只是他们需要的那个你 此时比利的脑海中 不断地出现 被自己杀死的恐怖分子 和失落幕闭眼前的画面 等他们刚要坐上奢华汽车离开时 姐姐赶了过来 原来她对比利重返战场 十分不舍 但比利心意已决 身为一名军人 这里的土地根本不属于她 比利要做的是 去属于她的那个地方 跟姐姐依稀别红 比利转身向那辆奢华的汽车方向走去 不料 出现在比利眼前的 却是一辆军用汽车 班长施洛姆正坐在车里 军人的职业 能给她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 而抛下军人的身份回国 也只能成为一名服务员 比利当初之所以上战场 是因为她对姐姐的爱 现在选择回到战场 是为了她爱的战友 这种爱非常难得 同样也是最打动人的 施洛姆曾经告诉过比利 此时比利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而今天的故事 到车里也就结束的 一名比利利恩的《忠诚战士》 是一部声音于2016年的战争剧情电影 整个影片中 没有往常一样的美式英雄主义 恰恰相反的 强调的是反英雄主义 也正是一个19岁男孩 成长为男人的过程 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 学会主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走出于自己的度 本篇学士节奏始终不温不火 缺少戏剧性冲突 情绪多过于叙事 着重点在于比利内在思想的起伏 而被外在的种种绚烂场面 所以需要专注观看 否则根本找不到导演 想要传递的情绪